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范围小啊 为人民在设法界里才只一法界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范围大了 除了人之外 其他的九法界都包括这其中 你想想看 这个信量多为他 决定没有自己 他知道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为众生服务 就是为自己服务 这个道理很深啊 如果说只为自己 不肯为人 不肯为众生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迷惑颠倒啊 迷失了自信 害了自己 怎么说害了自己呢 生生生世世 永远不能够脱离轮回 再说的明白一点 永远不能脱三我道啊 好 应当要晓得 我们今天在人天两道是很幸运 时间很短促 佛在经上讲的比喻 我们出来旅行 三我道是故乡啊 决定在三我道的时间长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自私自利造成的 贪图世间无欲六成享受造成的 所以 为自己是害自己啊 为众生呢 才是真正利益自己 这个道理 迷在六道 迷在情愚之中的人 他永远不会觉得我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也不晓得四十真相啊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四十才明了佛法当中常讲的佛菩萨大慈大悲 他慈悲在哪里 他慈悲的形象如何 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几分 也开始渐渐醒悟过来 能够学习佛菩萨 学弃自己的妄想 学弃自己的分别之处 以真诚的爱心 无私的不识供养 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 这样的人才会救 这样的人才会开智慧 要想的 智慧跟烦恼是一种事情 迷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放下自私自利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都变成烦恼 假如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自私自利 我们无量无边的烦恼一下就转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 佛经上讲 烦恼就是菩提 菩提是智慧 生死就是涅槃 一种事情 不是两种事情 你怎么个转法 我们现在懂得了 佛菩萨何以有智慧呢? 佛菩萨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念念为一切众生 这种人就叫他做佛 叫他做菩萨 念念没有忘掉自己的利益 这种人就叫凡夫 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 我们有没有觉悟呢? 真正觉悟的人 像《华言经》上所说的 觉悟的形象是什么? 先立众生 觉悟的人一定先照顾众生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先得前进 帮助别人 破灭开悟 所有一切作为为众生 今天讲的是为社会 为大众 而不是为自己 自己确确实实肯牺牲奉献 奉献自己的体力 奉献自己的财力 奉献自己的精神 时间 为众生造福 觉悟的人 迷惑的人呢 他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走的是佛道 他走的是菩萨道 迷惑的人呢 他走三卧道 怎么回事 大家很清楚啊 迷的人呢 正常贪嗔痴 正常自私自利 这是迷啊 觉悟的人啊 增长皆定会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我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当然也在其中 没有跑在外面啊 所以你才明了 利益众生呢 是真正利益自己 如果只知道利益自己 不晓得利益众生呢 决定是害了自己 这个道理是真理啊 是事实啊 怎么说呢 你要能发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你就超越六道 你就超越十八戒 你成佛了 你得的利益多大 你为什么不能修行正果 就是因为你这个利益的心太小了 你的心量被六道包在其中 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 怎么样超越六道 必须你的心啊 要大 把六道挤破了 出去了 六道在你心里头啊 决定不能够包你的心 决定不能够包你的心 你的心要包六道 要包十八戒 心包太虚 量昼杀戒 你就超越了 其心动念 要利益一切众生啊 全心全力 为一切众生奉 帮助一切众生 主我 帮助一切众生 回头啊 那就好比帮助我们自己身体 哪个部分呢 现在有病痛了 赶紧把它治好 就这么回事现在 三头我道 好比我们手折 伸了农疮一样啊 是自己一生的事情啊 自己手折伸农疮呢 赶紧想办法来治疗啊 所以一定要能认知 虚空发解是一体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思一切无 观念就完全不相同了 念念为一切众生 念念为整体的幸福 那叫真正为自己 对人对死对无 你才逐渐 与清净平等觉相应 相应 相应就是菩萨 圆满的相应呢 就成佛了 这音领相应 就是这一个细胞 健全 永远 永远不会生病 就像这个比喻一样 所以我们应当 爱护团体 爱护世界 爱护一切众生 这个样心量自然就脱开了 心量脱开 我们真心本性就显入了 无量的智慧德能 从这个里头生出来的呀 智慧德能是自性里头本具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祝佛如来何以能够恢复 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 要多想想 恢复是正确的 不能恢复是错误的 如何恢复 必须借重佛陀的教会 认真努力地修修